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现在有媒体也发现了一个现象 在俄占区的乌克兰人 似乎 对自己祖国的感觉慢慢消逝 他们也做了一些事 令到 在非俄占区的乌克兰人批评他们 数点亡中 向普京大帝 向普京大帝低头 做信文 其实说真的 现在俄占战争已经是六百多天 乌克兰今年以来 反攻进战 是非常有限 其实已经有 分析家警告西方国家 不要再奢望乌克兰可以击败俄罗斯 这一点 目前生活在 俄占区的乌克兰人 其实就最明白 因为有些是没什么 有些是无奈 有几多乌克兰人 生活在俄占区 有四百到六百万人 这群人当中 估计 有一半 已经是 接受了俄罗斯护照 以及接受了 俄罗斯的福利 包括退休金 还有 社会福利金 虽然 他们还有机会是不做信文 但是看来 他们 都是 只可以接受现实 实际俄罗斯占了 说真的 因为你乌克兰分派不了福利给他 他们 没有了福利可能过不了日子 我觉得这些 我是觉得 做人很多人就很有骨气 但是 在很多具体情况之下 每个人的实际状况 不知道之下 他们接受俄罗斯的 退休金 和 社会福利金 其实我又觉得没什么问题 以前汪果佬不是经常说的吗 识控民间园 票头是社民园 我用俄罗斯的钱 消耗他的财政 这样也可以 不一定可以骂人 原来纽约时报也说 乌克兰东南部的 占区 形状就像半月 面积大概是 相当于一个荷兰 其实荷兰国土也不是很大 占乌克兰领土的17% 人口大约400到600万人 这片土地 包括农田 乡村 城镇 目前人权组织和独立记者 就说很难接近 但是 从 当地 出走的民众口中当中 外界亦可以 对俄占区 这些样貌 略之一二 其实 11月之前 一直在俄占区的社会工作者 叫做 伊凡林娜 他就说 其实世人 是当地 是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 他都承认 已经是由俄罗斯实质统治 其实 青藏年和富裕人家 多数都走了 剩下的 都是老弱 和穷人 所以他们接受 俄罗斯的护照和社会福利 退休金 这样 说真的 也不是 不可以原谅的 真心说 出于同理心 这位阿姐 其实出于安全理由 也不敢说太多 但是 他 也不敢说 到底俄罗斯人 有没有对他做过什么 不好的事 他也没有说他 原本住在俄占区哪个城市 他就说 区内气氛是很紧张的 紧张到 你会担心 向窗外看一看你也很害怕的 俄占区内的俄军 是铸守在 外逃民众 在社气的房屋里面 有些人就 出途了 俄罗斯商人也强迫当地商家出售 麵包店和农场 一些阿塞拜疆的移民 已经现身城市做生意 或者是做工 也挺厉害的 阿塞拜疆人 其实 看回这位阿塞也说今年6月 乌克兰一度反攻到 距离他家乡大概40公里的地方 他就觉得 看到 收服 失地在莫 乌方的攻势 其实 就在 他的家乡16公里外停了 之后就没来过 他之所以 从俄占区逃出来 是因为大多数 俄罗斯士兵 没多久之前 就是半夜到他家 就说 如果你在两个星期内不拿俄罗斯护照 他们就不客气了 因为拿了俄罗斯护照就是承认自己俄罗斯公民 其实也是变相地说这里是我的领土 所以他就立即打包行李 带着十几岁的女儿 是前往非俄占区 就说那时候是一个不尋常的旅程 俄占区的乌克兰民众 口耳相传 当然 他们是怎样做呢 就首先是先踏车去北面 进入 俄罗斯境内 再往西面走 之后穿越了 在乌克兰的 苏梅市附近的一个非正式边境关口 才可以回到乌克兰境内 这个也是 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根据一项非正式协议 设置的所谓和平通道 两军在这里是可以互换战俘 以及是离世者的遗体 俄占区也说 近来每天 大概有100名乌克兰人 是经过这些道路 离开俄占区 回到乌克兰的非俄占区 途中有一段 民众必须在 粒粒不平的乡村道路 起码步行3.2公里 俄占区的民众 重回乌克兰境内之后 必须在 苏梅市 一所学校暂时休息 乌克兰情报机构 在那里 首先要筛选 因为担心 投奔了俄罗斯 从占定区出来的乌克兰人 首先要接受审讯 透露俄军在当地 高压统治 和地方政府的福利制度如何运作 当然这位阿姐也说 俄占区扶植的 政府通常 会找一名当地人 担任 这个叫做 傀儡的领袖 实际上 市政都是由俄军的指挥官控制 亦都是为了方便经济救援和地方政府运作 其实 俄方令到 乌克兰城市和 俄罗斯城市 是 两两配对的 例如 和乌克兰南方城市 马里乌波尔 配对的 就是 普京大帝出生的地方 俄罗斯的 盛比特保 盛比特保 原来就要负责到底 要协助 马里乌波尔的 财政和重建工作 盛比特保已经说 他们将马里乌波尔 一些 旧的建筑或者被毁建筑拆除 重建 亦是开始 更加重建去年被俄军 破坏了的剧院 他也说 俄占区政府 如果施政顺利的话 会为 乌克兰民众提供去俄罗斯工作的机会 并且鼓励俄罗斯人 去俄占区工作 即是 目前佔领区内大概一半的人 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护照 以及接受俄罗斯的福利 包括退休金 以及社会福利金 俄方也建立了法律秩序 建立了法律秩序 将那些外途的乌克人 弃制的房屋 派给 他们管理 并且通常 派给俄罗斯商人 当然也是给了 一些房屋 听他们说的当地乌克兰人 即是笼络那些人 不过 俄罗斯在占领区的统治 主要是经过一些 通过一些 硬一点的手法 如11月逃离 乌克兰 艾涅尔哥达尔镇的一位41岁的民众 就叫做 蔡希 他说他的公园 是遭到三名俄军的 搜索 其中一人 就带着棒棒 守在楼梯 另外两人就在室内大举搜索 俄军 也都会在一些 地下室设置临时的区留点 希望 那些亲乌分子供出一些东西 也是 语言上 想扭转原本乌克兰语 作为主要的 叫人们讲俄语 并且要他们认同俄罗斯 这是他说的 一名叫 欧哈的女性曾经在 苏梅斯附近的边境说 俄军进入她家 俄军是向她的先生动手 指控她的先生是 乌克兰地下组织成员 把她的先生 带走 最后 她的先生 承认自己是乌方间谍 之后 在市郊的森林 找回她的先生 但已经没有任何 生命迹象了 乌克兰政府就说 为 免民众遭遇 俄方的逮捕和限制行动 他们 不反对 民众取得 俄罗斯护照 这件事也算是这样 不会说 不准 但是 其实 当然有些同胞 尤其是当兵的人就说 什么事 乌克兰 的报纸也说有些人就觉得这样不好 但是 你 觉得他们应该走 但是走的话不是每个人走得动 有些老药、富裕的怎么走得动呢 曾经在 马利乌波尔 当市长的一位哥哥 叫废多罗夫 在马利乌波尔 淪陷后 逃到非俄占区 他说 住在俄占区 而没有俄罗斯护照 是一件困难又危险的事 一名 是俄占区逃出的民众 也是跟 一些 医生说 很多外途的长者对于远离家园 特别难过 他们一辈子都在这里拼搏 所以他们 也看到 乌军的大反攻没什么进展 也没可能 回到从前 所以只能接受俄罗斯护照 以及他们的福利 卡内尔和平基金会的两名主管 亦都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就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其实有理由相信 时间是站在他们那一方 俄罗斯前线 并没有迹象显示会战败 另外64岁的 乌克兰民众 叫做麦可拉 也是从刚才说的地方 就是 埃涅尔哥尔达镇 就逃了出来 他估计 那里 战前有5万人 现在只剩8千 他说 他不后悔逃来家乡 因为 当地已经好像 1986年 设议诺贝尔事件 十失九空 市内的告示牌也写着 原来 这个赈不永远是俄国的 当然可能是俄军社 不知道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想不到有个撑污的国家 就是 立陶苑 他居然说些洩气说话 原来立陶苑外长南斯贝吉斯 他说 随着盟国未能向乌克兰提供赢得战争所需的军备 乌克兰可能被逼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 那你给嘛 顶你 但你只给政治证据 顶你 当然 曾经他就被称为乌克兰最 直言不毁的支持者之一 亦都是 相当 反华的 很支持台 当然台湾中国部分 他就警告 现在也突显了北约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停滞 以及支持已经越来越少 其实乌方很嘴唆 他说 几乎现在缺乏防空系统 和其他军备 欧盟做决策 过程是 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可能令到乌克兰 除了寻求和平之外 别无他选 他说这个不是乌克兰自己选的 我所了解的乌克兰 以及 我们将有生之年提供 帮助的乌克兰 顶你 你最无资格 你说自己没有军备 就是给政治证据 你的邻国爱沙尼亚也有付钱 孤鬼寒还在吵 他们永远不会选择和这些极端友谈判 普京大帝 但现实 可能就是要被逼谈判 当我们 看到朝鲜 对俄罗斯的帮助 朝鲜很差 你们说得很流 当然有核 那超过 他说朝鲜对俄罗斯帮助 超过 欧盟对乌克兰帮助你这个乱港 这个你乱说 欧盟对过百亿欧罗的 朝鲜有给到过百亿欧罗的 给俄罗斯吗 很滑溪 你说话还滑溪 随着基辅的大反攻合日僵局 以及战争即将进入第3个年后 西方曾经对乌克兰广泛支持 出现了裂痕和送洞 所以你说这些俄占区的民众接受俄罗斯护照和拿取福利金 都是对于大反攻的失望 由于美国共和党也施加阻力 美国政府的军备交付承诺 遭受到质疑 欧盟在明年3月向乌克兰提供 100万枚 这个弹药的 计划 都是 失败居多 因为之前德国的防装说不行 现在才弄了三成 剩下那七成 你三个多四个要弄 根本不可能 乌克兰一再表示 不会跟俄罗斯是会谈判的 不会跟他谈判 扎尔斯基曾经说过 他现在专注于 从西方获得援助 同时也承认 没有援助就会后退 但是 以巴冲突的确 德国是吸引了西方对乌克兰的注意力和资源 美国现在忙于避免 令到 尔巴的冲突 蔓延到整个中东 对他来说也很严重 其实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格 也是 承认乌克兰现在 是 相当艰难的整个局势 德国 房长也说欧盟没有办法兑现之前 在一年内向乌军提供100万枚 弹药的承诺 与此同时 欧盟仍然想办法 确保基辅的 供给的 军备是够的 但扎列斯基永远都说不够 其实 一个星期之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更加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 是去基辅 是 突然之间访问基辅 当然这个也是为了 是显示自己继续撑污 因为大家看到全世界都看到了 其实在共和党的阻止之下 美国撑污也很舒服 随着欧战争 继续拖延 西方对于 乌克兰 的援助频频受到质疑 奥斯丁这次也重申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坚定不移 其实这个访问刚刚 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援助问题分歧一亿加剧 而且一年后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所以变数好多好多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愿意